这条女人正在给女儿洗澡 结果自己不小心睡着了 只见宝宝慢慢地迅速滑进了水中 好在女人突然惊醒过来 这才把沉入水底的女儿抱了起来 害怕的女人害怕极了 她觉得把女儿留在身边迟早会出事 于是她简单收拾了一百多包行李 把女儿一个人送到了消防局 在给做消防员的丈夫留下视频之后 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了 直到这时消防员才知道妻子得了产后意义 此时的女人已经来到海边 静止朝大海里走去 快要窒息时她想到了自己的家人 这才猛地一下站了起来 这一次她鼓足勇气来到医院准备接受治疗 在给她简单做了三万多项检查之后 医生终于带来了个好消息 她得的是产后甲状腺炎 症状和产后抑郁有些类似 容易产生焦虑失眠和异暮 但是经过治疗她的症状就会慢慢减轻 用不了多久她就可以痊愈了 高兴的女人高兴极了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女人终于可以出院了 然而她并没有选择回家 而是直接回到了家乡 丈夫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她 每天都会把女儿的成长视频分享给她 更是带着女儿开启了寻妻之路 要不了多久她们一家三口就会团聚了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司机疲劳驾驶 几百吨的货车直接撞在了桥墩上 高架桥开始慢慢地逊 正在桥上进行救援的消防员 瞬间失去了平衡 一大堂人全部掉了下去 整个现场一片狼藉 很快掉在车头上的消防员就醒了过来 开始不停地呼叫队友 有人摔断了几百根肋骨 还有人直接被钢筋刺穿 只有队长无论怎么呼叫也没人答应 受伤的消防员将担架上的女孩叫醒 让她离开担架帮自己减轻点重量 接着轻轻地用力一拉 二话不说就把钢筋拔了出来 在女孩的帮助下 这才暂时止住了鲜血 不到三个小时 受伤叫轻的几人就被全部救了出去 就在小黑打开消防车缸门的时候 受伤的消防员说什么也要让女孩先走 结果女孩刚刚才被救上来 消防车下面的面包车就支撑不住了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巨大的惯性直接将受伤的消防员甩了出来 好在他及时抓住了消防车的边缘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边有人发现队长被困在了集装箱里 但是四周都被大石头挡住 消防员赶紧调来了大型起重机 这才将小小的大石头给磨了开来 一波666送给这些伟大的消防员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女人只是点个餐的功夫 60个月大的儿子就突然不见了 心急如焚的女人立马开始寻找起来 结果找了半天 依然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 女人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就在遥远的刚刚 一家四口出门逛街 儿子说他的肚子饿了 于是女人就带着姐弟三人准备去吃点东西 找到位置之后 女人就开始去点东西 然而两个姐姐只顾着在那玩手机 完全没留意发生了什么 就在女人点餐回来的时候 这才发现60个月大的儿子不见了 然而两个姐姐却一问三不知 几人立马开始四处寻找 结果找了三个多小时 也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 上过学的女人赶紧拿出手机 拨打了救援电话 女人怀疑是自己的丈夫带走了儿子 因为两人正在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在简单描述了儿子的特征之后 接线员迅速通知了警方 一年后 探员护肤包围了商场 女人也在焦急的寻找 万一儿子要是被其他人带走就更麻烦了 接线员也很快联系了女人的丈夫 她整个上午都在上班 根本就没有接走儿子 崩溃的女人崩溃极了 由于这个商场没有广播系统 一大坨人只好大声地呼喊男孩的男子 结果很快男孩就自己走了 原来这家伙竟然偷偷躲起来吃糖了 真是虚惊异常 但是看弟弟妹妹的时候 千万不要玩手机哦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